2018年3月27日,在台北的国民革命中列祠,举行五位烈士的入寺安慰典礼,他们都是中华民国忠诚的国军英雄。 在典礼过程中,场面庄严隆重,烈士遗族代表也都到场参与。 这之中,赵仲龙将军的故事特别引人关注,这是他的女儿赵安娜,努力奔走了20年,才终于让殉国的父亲得以回到中华民国的怀抱。 在那时的动荡年代,有许多见风转舵,出卖国家的高级官员,但也有许多意志坚定,绝不妥协的烈士忠魂。 赵仲龙将军出生于1905年山西省郭县人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,他是第一届立法委员以及国民党中常委,也是总统讲经国的刘厄同学。 在国共内战之时,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副作义密谋叛国。 赵仲龙奉命非抵北平,小以大义,但副作义仍叹变投共,赵仲龙则因拒绝投共而遭到囚禁。 至1951年3月25日,赵仲龙被枪决于北京永定门刑场。 赵仲龙将军,他在17岁加入中国国民党,信仰三民主义。 1925年,他与蒋经国,被国民党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。 反驳后,赵仲龙在国民党的北平市党部服务。 抗战期间,赵仲龙担任副作义底下部队的少将参议,由于和金国先生在苏联同窗情谊,后来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担任四处处长,蒋经国则为二处处长。 蒋经国十分肯定他的才能,在党务工作上给予拔卓。 1938年,中华民国行献后,赵仲龙当选山西省第二选区第一届立法委员。 赵仲龙将军一生对中华民国忠贞不渝,就连他的八位子女的名字,除了第二个字是精字辈分,第三个字则依序取为。 中华民国猛汉满亚,充分展现他的爱国情操,他也希望他的孩子要永远记住中华民国。 1938年,赵仲龙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副部长。 此时,他接到秘密任务,要他到北平劝说傅作义不要谋合中共。 由于傅作义是他抗战时的老长官,赵仲龙就从南京飞往北平探探口风,并且监视傅作义。 当他见到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时,傅作义从容坚定地说,他不可能叛变,甚至可以为中华民国不惜牺牲性命。 当时的北平城已被中共围成了三个月,假装忠心耿耿的傅作义,最后还是叛变,竟大开北平城门投降,迎共居入城。 而赵仲龙则被副作义留置,无法逃出,导致全家陷入共居。 当时蒋总统,从南京派飞机赴北平,营救赵仲龙等不愿降共的国军将领,无奈飞机在低空掠过时遭共军击落,赵仲龙和他的妻子儿女自此身陷共军手中。 中共建政后,国民政府撤守台湾,赵仲龙在北京遭积压一年八个月,并不断为他洗脑,开出大量优待条件,但赵仲龙就是坚决不肯投降。 当时遗留在大陆的官员都投降了,但赵仲龙无论如何就是坚决不肯投降中共。 他就是如此宁死不屈的气节,使得他成为北京镇压反革命,万人公审大会的头号目标。 他被以残害人民的罪魁祸首,还说他被捕后死不悔改,拒绝改造等侮辱性罪名,惨遭游揭和被当众通殴。 就连当时在台下以屈服投共的国军将领都看到赵仲龙的惨状,忍不住偷偷失泪。 隔天,3月25日,赵仲龙被拉到北京永定门刑场执行枪决,壮烈殉国,年仅46岁。 赵仲龙被反革命镇压处决后,他的妻子金瑞云女士,黄土六七毕业,因抗战时加入军统,被捕入狱,一关就是20年,直至1975年获释。 而赵仲龙的八个孩子被打成右派,成了黑五类,在各个运动里头受冲击。 他的两位女儿成了精神病,第五个女儿,因为受不了斗争,而带着八个月的身孕,选择投井离世。 其余子女则饱受文革凌虐,一言难尽,几乎快撑不下去,直到大陆改革开放后,才得以喘口气。 赵仲龙有位女儿,排行老六,名叫赵安娜,她的本名为赵金汉。 赵安娜的女儿在改革开放后,很争气考上美国的大学,得以出国留学, 使得赵安娜有机会拿到梦寐以求的美国签证,可以逃离中国大陆。 当她和高龄94岁的母亲到别时,她的母亲告诉她, 你一定要到台湾去,找我们的党,告诉我们的政府,你的父亲没有愧对这个国家。 几天之后,赵仲龙的妻子逝世,她临终前还是一再嘱咐女儿, 要向中央报告其父亲的遇难经过,这也成为精锐云女士的最后遗言和期盼。 于是,六女儿赵安娜带着妈妈的遗愿,到了美国重新生活, 但她始终没有忘记母亲交代的事情。 从1997年开始,她五次向国防部,三次向总统府陈琴,但得到相同的回复, 找不到您父亲的官方资料。 但赵安娜仍不死心,找了国民党中央党部,但得到冷漠的回应说, 您父亲在台湾没有户口,所以无从判断。 为了达成母亲的遗愿,赵安娜来了台湾好几回,经历15年的找寻资料。 终于,她在台北的国使馆,找到了蒋中正总统文件中有记录父亲的资料, 但是仍得不到政府的认可,让她心灰意冷离开台湾。 后来在文史工作者,伍之章等人的协助下, 转达给当时的国防部长龙世宽,并查到国民革命中列词入寺办法。 临难部区或临阵负伤不治者,赵仲荣因符合临难部区要件。 2015年,赵安娜来台,在当时的国使馆长吕方上的协助下, 在总统府蒋中正总统档案中,找到赵仲荣被匪处决的记载。 当国防部长冯世宽知道此事后,她毫不犹豫答应愿意协助。 最后,就在冯世宽卸任国防部长前,批准赵仲荣将军入寺台北中列词。 赵安娜虽远在美国,但听到入寺的消息,格外激动。 她说,她的父亲在北京连一个坟墓都找不到,中国人讲入土为安。 父亲终于回到故乡,回到钟爱的祖国,做威尔女来说,我尽了孝心。 父亲在她十岁时就离开人世,加上被抄家。 赵安娜说,这种苦无法一言而尽。 但无论如何,终于让父亲的爱国事迹获得承认,得以入寺中列词,让她尽了孝心。 2018年3月27日,国防部陆军司令部举行入寺安慰典礼。 赵安娜在外孙女赛因的陪伴下,自美国来台语计。 过程中,赵安娜更一度激动下跪,向冯世宽致谢。 冯世宽则抢先一步将她扶起,并强调,赵仲荣案却有相关事实,因此是据理力争。 他说,大家都谢我,其实不是这样,也要缅怀赵仲荣将军对中华民国的牺牲。 78岁的赵安娜在历经20年的奔走下,终于遵照母亲的遗愿,让父亲赵仲荣回到中华民国的怀抱。 赵安娜开心地说着,这个事情终于得到承认,我20年来没有白费力,我觉得我的祖国是中华民国,我出生在中华民国,我就是中华民国的人,我爸爸妈妈都是中华民国的人,他们为国家付出了自己的一生,中华民国应该给他们的忠诚得到一个正义的回答。 赵安娜衷心感谢一路上所有人的协助,特别是冯部长,他很耐心,出自于一种责任心,同情心,最后终于把这件事情落实了,这是我永远永远感激他们,永远永远忘不了,他们对我们家的恩德。 而国防部也强调,这些可歌可泣的军人魂,国家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抛头颅,洒热血的国军先烈先贤,感念他们用青春与生命坚持到底,走过烽火岁月,捍卫国家,才有今日富足安定的社会,及可贵的民主自由。 感谢观看